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是SCS出身的柳珍 据报道 首尔东部的减刑是两不上个月 接到该有名秘团出身的K毛37岁涉嫌诈骗6亿多韩元的起诉书 并将此案件交给同检察厅的调查科进行调查 起诉人中有一人为美国籍人士普毛35岁 普毛主张趁今年6月初 在首尔狂中东PADDIC WDLKBHRLL赌场内 K毛以赌博资金的名义 向其借了3亿5000万的赌场支票至今未完 据悉该赌场是韩国人不能进入的 而K毛拥有外国国籍 另一位起诉人是韩国人吴博42岁 吴博趁K毛令月初 向其借了2亿5000万韩元未完 法令界认为 既然K毛已被提出 有使用数亿韩元赌博资金的疑惑 那么赌博嫌疑 是否是用于K毛是要关注的一点 不仅是单纯赌博的嫌疑 因为有可能也是用经常性赌博的嫌疑 针对部分网友开测A某 为了CS成员的柳珍 柳珍所处涉方面回应表示 柳珍亲自联系公司表示 并不是该赌博一人 柳珍将要临盆 正在进行他叫不会赌博 这种说法真的让人很无语 如果继续散布虚假事实 将会采取强制措施 网友怀疑的同组合成员 所以回应表示 与此事件无关 并将SAS转换未非公开状态 然而随后 涉嫌诈骗赌资一事 被证实为CS成员是 是今日向媒体谈言 看到心爱的柳珍的名字上了热搜吧 受到质疑 我还是决定实名承认 无论原因为何 对引发此次问题 我深表抱歉 对一直以来珍惜 喜爱我的所有人 我在此深深抱歉 虽然有媒体报道说 我曾否认被起诉 但我自己以及身边的人 都从未否认过 这应该是沟通上出现的问题 对于占独一事 是坦言是和朋友去酒店度假 机缘巧合前往了赌场 也许大家不相信 我也是当时第一次知道 有海外永久居住权 得人在国内是可以进入赌场的 当时纯粹是出于好奇进入了赌场 在还没有搞清楚赌博规则的情况下 就欠下了一大笔债务 也偿还不了高额利息 进入了恶性循环 可以肯定的是 虽然确实是欠下了6亿韩元的高额费用